前妻让我还十万,老婆离我而去,前妻做仪式让我感激一辈子。 我高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,跟著有经验的堂哥干,先从小工作起,后来学会了穿线,挣的钱也比以前多了。 我们家救我一个孩子,母亲在我七岁时就死了,小时候有的同学会嘲笑我是个没妈的野孩子,因为我比较淘气,我爸常年在外打工,根本没法管我。 我二十出头的时候,村里美婆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,他们家条件不差,他爸是跑运输的,有一辆八轮的火车,只是他长得有点丑陋,脸被严重烫伤过。 我本来不愿意跟他来往,但我爸硬逼住我跟他结了婚。 结婚时他家出钱给我们在县城里买了房子,花了十多万,我心里是充满感激的,虽然我不是那么重于他,但也知道自己什么样,能娶上媳妇我就知足了。 但当时年轻气盛,我总想有一天挣大钱,做大买卖,看有些人当包工头发了财,我当时就特别羡慕包工头,羡慕他们开住几十万的车回家来,因此那些年我一直努力工作,练就了一身好手艺,别人两三天干完的火我一天就钱完了。 可是后来因为工作出了差错,工头打了我雅耳光,还说要罚我一个月工钱,我彻底愤怒了,跟他打了一架拎包就回家了。 那时候手里有了一些积蓄,我就想做点买卖,想当包工头没那个能耐,老婆就建议我买一辆货车跑运输。 但我们手里的钱不够,我和老婆就去找他爸妈借钱,岳父岳母本来不打算借给我,他们说我应该老老实实去外面打工,说跑运输不比打工轻松。 甚至更难。去了好几次,岳父都不答应,甚至还训斥了我一顿。 我当时以为岳父岳母就是不舍得借我钱,我摔门就走了,老婆晚上才回来,我气得上来就吼了她两句,结果她从兜里掏出了一张银行卡。 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钱,十万。那张轻轻的卡握在手里却特别沉重,后来我们贷款买了一辆货车,在岳父的帮助下找到了工作,从北方把货一直运到南方,我们两口子一起出去,风里来与里走,确实要担很多风险。 但为了挣钱我不怕吃苦,一连跑车跑了三五年,手里终于有了更多钱了,我又买了一辆十多万的小轿车,朋友们或者村里人见了都很羡慕,那时候我和老婆感情还挺好的。 那时候还年轻有点钱就飘了,我开始不务正业,总想偷懒过日子,车也不怎么跑了,有生意可做却硬是推辞掉,吃喝完了遭了不少钱,老婆就开始对我变了模样,三天两头吵架,后来甚至威胁我离婚。 我气得骂她,就你这个丑八怪,你以为我愿意跟你过。 随后岳父岳母又逼住我还债,我知道一定是老婆把家里事都跟她爸妈说了,这让我更加生气,期间一次争吵她跑回了娘家,岳父过来就把我臭骂了一顿, 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。要不是我闺女愿意嫁你,我们会答应你们结婚。要不是我闺女穷情,我会借你十万块钱。 你趁早把钱还我们,你要是再敢欺负我闺女,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 站在我自己的角度,感觉从小到大就没被人尊重过,就连岳父岳母包括老婆都瞧不起我。 之后偶然认识了一个女人,打撞球时认识的,她长得挺漂亮,打球打得也特别好,慢慢就熟了,得知她在一家歌厅做前台,此后我就经常以唱歌的名义去见她。 为了跟她在一起,我离婚了,起初老婆说什么也不同意,后来我就哭住求她,我说你放了我吧,你看你爸妈多欺负我啊。 他们拿我当过女婿看吗?咱俩本来就没什么感情,何必抢球呢? 一年后她同意了,我们俩办完离婚手续我就和那个女的结了婚,房子给了前妻所以我们只能租房子住,但只要感情好过得开心,在哪住还不一样呢? 可婚后没多久前妻就逼住我还钱,她说她不能对不起她爸妈,也不会原谅我。 我当时手里要是有就给她了,可那些年前都被我糟蹋光了,哪里有钱还她呢? 我刚结婚她随后就跟我要钱,安得什么心啊?我俩又在电话里吵了一架,之后她三天两头给我打电话或者来找我要钱,搞得我家鸡犬不宁。 我只好躲住她,出去继续跑运输,一来为了生活,人家姑娘没嫌弃我嫁给我了,我也得有能力养她呢。 二来尽早把欠前妻家的钱还给她,我就想尽早跟她彻底一刀两断。 可老婆却不愿意跟车,她说她受不了那个苦,还让我在家做点生意,以后就别出车了,我哪有那个经济能力啊? 那是我们俩第一次吵架,吵完她就一个人出去玩了。 我只好雇了个司机外出讨运输,没想到离婚后第一次出车就遭遇了意外,车上住了火货物全烧了,车也几乎报废了。 我当时整个人都快崩溃了,工厂上门来让我赔偿,那一车祸十多万块钱,让我怎么赔啊? 更令我绝望的是,我败家了,刚结婚的老婆就跟我离了婚,她就这样走了,临走前还嘲讽了我一顿。 我整个人就倒下了,甚至一度不敢出门见人,感觉每个人都会嘲笑我,贬低我,最主要的是工厂的人三天两头逼住我还钱,无奈之下我给朋友打电话求助,可没有一个人愿意帮我,我老父亲给我拿了四万多块钱,骂了我一顿然后就走了。 那时候的我,脑子里永远也忘不掉,颓废,懦弱,狼狈,回过,在这时发生一个月后有一个人突然来找我,他看了看最熏熏的狼狈不堪的我,然后问了我一嘴,需要我帮忙吗? 没错,他就是我前妻,他给我拿了十万块钱,五万是分家时我给他的,剩下五万是他跟朋友借的,我问他,那你怎么办? 他就说了一句,你尽快把钱还我就行了。说完他就走了,我手里紧攥住那一搭钱感动落泪。 这是十年前的事了。 今天我已经是一个建筑公司的小老板了,也结了婚有了宝贝女儿,我在大城市买了房子,过住忙碌却很安稳的生活,前妻借我钱后我一直恳求他复婚。 可是他再也没答应我,七年前他就结婚了,嫁给了我们老家的一个男人,听说他们两口子过得很幸福。